房子成了一片废墟 堆满木头和瓦砾 让人看了心惊胆跳 当地时间19号早上 纽西兰南岛基督城一栋民宅 发生瓦斯爆炸意外 有居民表示威力大道 听到爆炸声后 周遭建筑物都能感受到晃动 木头和砖瓦 甚至喷飞到100公尺远的地方 这起意外造成当地20多栋房屋毁损 消防单位马上关闭 超过130户人家的瓦斯供应来源 疏散50多位居民 当地报道失事屋主之前 发生家里瓦斯暖炉故障 等人来修 但这是不是事发原因 还在调查当中 这起气暴唤起基督城居民恐惧回忆 因为四个月前 当地才发生和平时期 最严重的枪击案 造成51人丧命 人心惶惶 大爱新闻 郑宇轩编译 关于日本京都动画 工作室大火 纵火后的第二天 罹难人数已经攀升到了33人 其他还有35人身负重伤 这是日本30多年以来 旅行 大火